我觉得特别好 对 我特别兴奋 我感觉整个人的能量 都已经被释放出来了 我还想再战一次 我有曾经试过 试了一口气跑过14公里 然后跑完以后 我就有点不行 就有点累了 很累了 坐地上喘气就动不了 我觉得那应该差不多极限了吧 但我觉得我精神没有放弃 我的肉体就不行 但是我精神没有放弃 像华哥啊 华哥就特别喜欢 每天给我安利我不吃的古物 这个花生好好吃的 我觉得华哥我不吃花生 哎 可是这个核桃也好好吃的 可是我不吃核桃 反正他就把各种我不吃的东西 安利给我 但是我每次都 都非常 都悲喜地继续他的好意 所以挺不好意思的 其实现在还在继续 到时候想好了会跟大家说的 其实身边的大哥哥大姐姐 包括前面们 都挺就是 一直平时都有在关心我 关于我以后学业的事情 那他们也会给我很多意见 到时候我会好好选择的 帮我们电影学院吧 如果电影愿意愿意收我 我很愿意去 我希望我82岁的时候 还能像王老师这样 有这么多头发 我觉得王老师的发型 特别特别帅 我觉得王老师应该就是 大部分男性心中 自己就是步入中老年以后 就是那种最强壮 最健康的样子 我觉得王老师应该是大家的榜样 你怎么这么低呢 我说我都还打出鸡尾 对对对对 打鸡尾了 好 你说吧 成年了就成年了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 其实跟过去的每个生日都一样 只是大了一次而已 事后会有些不同 我会学车了 豆腐苍穹里面饰演消炎 豆腐苍穹是讲述一个 一个孩子 从非常弱的一个小废物 然后逆袭成为一个非常强的强者 然后最后维持正义这样子 然后戏录的话 我希望 我只是希望 可能这些很难事情 我希望我在以后演的每部戏里 都能把自己的演技进步那么一点点 然后让观众看到更好的自己